一个退伍兵捡漏了个海上大钢板 他建国了 一个钢板国引来了多方觊觎 惨遭篡位 篡位还不成功 又建立了流亡政府 一场雇佣兵与钻石上的钢板争夺战 以此平民与皇家海军的法力冲突 那年夏天 宁静的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还要从一块大钢板开始说起 1942年 中苏英美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 一起通过了联合国家宣言 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不要偷偷投降 以及一起战斗吧 伙伴们 此时的约翰牛牛 身为反法西斯的正面主角 正带领着军队活跃在各个海空战场 不得不说 牛牛的海军实力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 为了防备来自海洋的入侵 他们就匡匡建造了四座堡垒 别看粗糙 还是能保护自家的海洋院子的 它的构造十分别致 由一个长51米 宽27米的浮桥船 驮着两个直径7.3米 高18米的圆柱子 柱子上面 还架着一块大钢板组合而成 两根大圆柱 全身都由钢筋混泥土建筑 但里面是中空的 壁厚约9厘米 上下一共7层可以做饭洗澡 钢板上还架了个炮台 有两门火炮和两门高射机炮 同时兼顾对地 非常完美 但钢板的吨位约为4500吨 出场地离宫海又特别的远 怎么运过去确实有点费劲 但费劲只是我们自以为 他们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 先用军舰把浮游船拉过去 然后到指定地点后把船凿漏 最后运用神奇的科学原理 一座位于公海居家打仗必备的堡垒 就安装成功了 虽然只有两根大圆柱 加个大钢板子露出水面 但也是帅的不行 让人一眼望过去 根本就想不到人家原来也是一艘船 英军在堡垒上配备了150名到300多名海军男孩 还有最重要的监测神器雷达设备 他们一直尽忠尽职的到1945年战争结束 又到战后的防备起 逐渐的世界的动乱平息了下来 牛牛开始从堡垒上收兵撤离 1956年所有人员都被撤走了 为了警告附近经过的船只 牛牛国防部就留下了一些浮标 自此后鸟飞流横水过有声 孤独的钢板与浮标一起寒来蜀网 度过了十个年头 他们依旧坚挺着 直到1966年 钢板上突然来了两个男人 一个是前英国陆军少校帕迪·罗伊贝茨 他是经营埃塞克斯电台的 另一个是个风流浪子 罗南奥拉西利 他是经营卡罗林电台的 他们俩是同行都是搞海盗电台的 那什么是海盗电台呢 也就是民间的小本生意 无证操作钻法律空子的那种 比如播放电台时 都是不敢停下来的那种 不是驾车绕圈放电台 就是驾船绕圈放电台 他们的盈利模式 就是播放新闻或者音乐的时候 往中间穿插广告 看到钢板后 二人都心动不已 因为他所处的位置 正是充满自由气息的公海 十分适合开海盗电台 钢板呢 又距离英国的各大港口不远 来往的船只十分多 这意味着 能赚的钱肯定不少 两人心中热切 自由 金钱 那盆满钵满的声音 在二人心中波涛汹涌 风吹着他们鹅角的发 却交不灭他们爱钢板的心 两人都将对方当作了拥有钢板的人形障碍 为了争夺梦中琴板 他们展开了战斗 首先是罗南抢战先机 直接发动了奥义口水战 但由于帕迪的护体真源十分强大 这一招并没有什么用 随后 帕迪就发动了自己的终极杀招 一箭三连大暴击 身强体壮的他轻松取得了胜利 罗南败走 1967年 帕迪在和律师谈钢板问题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一个法律漏洞 钢板位于公海上 目前不在任何信务国家的管辖范围内 根据国际法的解释 帕迪有权对他行使主权 他听后大喜 忽然一个小想法涌上了心头 同年9月 帕迪就以钢板为中心 周围十澳海里的水域为半径 跨了一个圈 然后他建国了 名叫西兰公国 当年他的领海是这样的 作为国王 帕迪觉得 就算是首相威尔逊来了 都得跟他平起平坐 那整个国家只有自己一个人 实在是有些拉垮 于是呢 他就把家人都给接了过来 妻子琼·克林斯 长女佩尼贝茨和儿子迈克尔 国民数量一下子成功解锁四人 一家人入住钢板后 睁眼海景 闭眼海浪 本事件没事 但此地毕竟不是山清水秀 花草遍地的福地 所以会面临很多的尴尬 比如说 禁止吸烟或者喝酒 因为虽然是在海上 但钢板的内部设施 极其易着 再比如说 节约用水 因为淡水资源 主要是靠雨水收集 也十分难得 因此 无论是春夏秋冬 他们一家 每周洗澡不能超过三次 每次不能超过五分钟 生活上的艰苦 使得西兰公国 没能招募到更多的国民 但帕迪一家 在自己的王国上 显然更有毅力 而且还变得有点野性 野性主要突出表现在 国家保卫上 立国后没多久 帕迪一家 就展开了第一次 钢板保卫战 入侵者 是曾经的手下白将 罗南 罗南自打上次战败 就很生气 没K过对方也就算了 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深知 这块钢板具有极大的价值 绝对不能放过 很快 他就招募到了几个身强体壮的人 准备卷土重来 赶走帕迪 然而 他们一心人还没登上钢板 就被搞懵了 原来帕迪 早发现了有几个人来势汹汹 早就踹着枪 然后喊来了好大儿迈克尔 两人朝着罗南一席人 投掷汽油弹 罗南开具不妙 正当他开始反击时 发现找不到帕迪 以及迈克尔的身影了 钢板上空空荡荡 正郁闷时 罗南又被袭击 耳边不断传来嗖嗖嗖嗖的枪声 有的是在船上 有的钻入海里 还有的纯粹朝天看 反正不打人就对了 一时之间 砰砰作响 两方人马 噼里啪啦打了一通后 在彼此伤亡都是零的情况下 帕迪略掌上风 因为罗南这边 连钢板兵都没挨着 罗南败走加二 这次的胜利 让帕迪父子二人 直接燃起来了 坚持在钢板上演练 闲鱼之时还构想了战术 此后只要是有船只侵犯了 七南公国的领海 他们就积极赶人 维护国海 1968年 牛牛海军按例来看望这个被废弃的老伙计 钢板 好吧 他们只是来检查浮标是否还完好 然后再进行一些适当的修理工作 但当他们刚刚靠近时 就听到了喊叫声以及枪声 他们注意到 这些喊叫是从废塔传出 不免提高了警惕 毕竟这曾经是一个军事堡垒 然而 等他们定睛一看 一老一少两个男子 正朝着他们大喊大叫 乱蹦乱跳 这正是帕迪父子 但在牛牛海军眼中 他们以为 帕迪父子肯定是不小心被困的渔民 正在大声求救 他们立马火速靠近 可近距离却听到 两人在说什么入侵离开的话语 这就让海军纳闷了 什么情况这是 先不管了 上钢板再说 这时 啪的一个燃烧瓶就扔了过来 还传来了几声枪响 似乎是在警告他们别靠近 牛牛海军们莫名其妙 自己可是脚踩着皇家海军舰 手摸百米之内弹无虚发的大步枪 对面那两个男人嚣张个什么枪 但为了避免人员受伤 牛牛海军还是决定先沟通 万万没想到 属于自家的财产跟地盘 现在被建国了 眼前这位和他谈判的就是国王 正强制驱赶他们离开 海军们望着眼前的钢板和滑稽的父子 有些好笑的同意撤军了 因为他们不能随便和民众动手 但正所谓 量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牛牛海军一回去 就汇报了这个情况 然后 怕敌父子就被告了 罪名是侵犯国家利益 而怕敌一家给出的证词却是 对方侵犯了他们的国家 这件有趣且奇葩的事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纷纷独家报道 牛牛海军本以为 事情的孰是孰非早已清楚 起诉怕敌父子也只是走个流程 抓紧把他们赶走才是正事 不料此刻 司法部门却犯了难 因为不管是按什么法 西兰公国的确是超出了英国 三海里海域的管辖范围 他们无权干涉 1968年11月25日 法庭宣布 我们管不了 海军猛懵了 他们表示不能接受 我好不容易见的 好不容易拉过去凿的 我还每年过去给他检查保养 更换浮标 这时 怕敌一家却笑了 他们都很感激 因为这次起诉后 他们看到了牛牛司法部门的让步 也就是基本等头于承认了他们的西兰公国 为这一波的鼎力相助点赞 吃瓜群众们也震惊了 都对这个忽然出现的国家产生了好奇 无数有闲有闲钱的人们慕名而来 纷纷到西兰公国上一探究竟 为了增大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帕敌一家应对的很是积极 热烈欢迎来往的游客 一时之间西兰公国大火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位新生国家在1975年9月 有了自己的公国宪法 紧随其后 又拥有了国旗 国歌 邮票 以及通用货币 最后 西兰公国也给曾经给予过帮助的人 发放了西兰护照 而且这些护照从未出售 都是限量版 但真正在钢板上的常住人口 基本上不超过5人 1978年 不如正轨的西兰公国 也迎来了国家独立的第10周年庆典 举国欢器 就在这时 帕迪亲自委任的西兰公国首相 亚历山大阿亨巴赫 向他推荐了一份利润优渥的商业提议 不过山坛地点有点远 在奥地利 巴赫是当时的西德国民 他在西兰公国混脸熟的目的并不简单 别问 问就是钢板的魅力太大 他挡不住 为了早日篡夺王位 他费尽心思地拥有了西兰公国的护照 绞尽脑汁地赢得了帕迪的信任 反观另一边 帕迪对这份推荐很心动 毕竟丰厚的利润也没谁能拒绝得了 于是欣然携妻子前往 也算是度假了 抵达后 帕迪夫妇遇到了五名荷兰籍男子 他们自称是合作的钻石商 既然来了就先逛逛 具体的合作细节会在晚宴上再详细沟通 帕迪觉得这样的安排非常妥当 然而 等到晚上 帕迪夫妇却被割了 他们苦等一晚上 始终不见钻石商的身影 帕迪二人心中开始疑惑 于是呢 就联系了麦克尔 然而却联系不上 帕迪忽然觉得 整个事件散发着阴谋的味道 草妙的法律漏洞 钢板的非法用途十分广泛 比如 违禁品的中转战 武器交易的零尸点 甚至是其他国家 针对英国的敌意战略部署 等等等等 以往帕迪在阵时 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 违法犯罪 危害英国的事儿全不做 今天钢板易主 那是什么事都不好说了 还没等巴赫畅想未来呢 帕迪就搞了一架直升飞机 直接从奥地利飞了回来 只见他身上揣着一把气急败坏 见谁就灭的大步枪 身后还跟着一群雇佣兵 武力之拉满震慑力爆棚 瞬间就吓得巴赫一席人举手投降 迈克尔被顺利解救 巴赫以及五名河南籍男子 被当成了战俘关了起来 不久 荷兰和德国政府就来要人了 他们积极的与帕迪交涉 要求他释放被关押的人 帕迪根据国际公约 释放了那五名男子 由于巴赫拥有西郎护照 所以他被帕迪直接与叛国罪论处 并拒绝释放他 没有办法 德国去求助了英国牛牛 希望他能干预此事 但牛牛仍然坚持 自己无权干涉西郎公国 最后德国只能派出外交官 前往西郎公国谈判 处于对西郎公国名声的考虑 帕迪最终释放了巴赫 巴赫回国后 人不知悔改 还在幻想着钢板的商业计划 他在德国还组建了流亡政府 自称是西郎公国的财务部长 创建了一个假的西郎商业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对外出售西郎公国的护照 由于很少有人见过真的 因此也很难去辨别真假 而且买的人只是觉得有意思而已 其实基本上没人会打算亲自前往 据巴赫自己爆料 他已经卖出了超过15万份的假西郎护照 而真正的西郎护照只有300本左右 面对这种情况 帕迪只能取消掉西郎护照 并重新颁发 他也很洒脱 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 自己可能早死 也有可能老死 但一定不会闷死 心态好就是必胜 帕迪认为 西郎公国是主权国家 一些独立的法律专家 也仔细权衡了支持和反对西郎的所有论点 他们一致同意 西郎公国的宪法 适用于独立国家的基本原则 而且英国牛牛认为 在西郎居住或工作的行为 是一种海外的活动 截至目前 西郎公国的主权和合法性 仍然不被任何传统国家承认 多年来拥有钢板 一直是帕迪一家的骄傲和喜悦 但帕迪于2012年就去世了 享年91岁 他的妻子穷王妃于2016年去世 享年90岁 1999年 迈克尔王子清政成为了法定摄政王 从那时候起 西兰就与一家数据服务公司 避风港达成了协议 该公司专门把西郎公国 作为办公室和运营中心 还打广告说 他们会竭力向用户提供 无与伦比的安全性和独立性的 互联网托管服务 2006年 西兰公国发生了一起 疑似因发电机引起的火灾 当时驻扎在塔中的一位安全人员受伤 他们急忙拨打了英国急救热线 寻求国际的援助 最终 伤者被直升机救走 同时 英国消防员也在海上 对西兰公国进行紧急灭火 2007年初 迈克尔与泰晤时报刊登广告 愿以6500万英镑的价格 转让西兰公国的统治权 虽然这仅仅是小唐尼拍一部复仇者联盟的片酬 但也是普通人只有梦里才能拥有的金额 毕竟买彩票也中不到这么多钱 不过时至今日 西兰公国的统治权仍未收出 这位勇敢幸运的家族 也有了第四代王子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次再见